我們不反對綠電 但太陽能板用鹽酸清洗不能容忍 上一次村長說 某一天 有一個村民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說 那個河道裡面有很多鹽酸瓶 要我去看了解一下 結果我去看的時候 發現怎麼都是鹽酸的瓶子 那時候我還沒有辦法去聯想說 是跟太陽能光電洗盤有關係 後來我就一直在想 突然間又有一個村民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是住在漢堡的成功路上的一個 在洗太陽能光電的廠商 我車子開著就去找他 剛好他們開開的 我看他好像在嚇什麼東西 我就走進去 走進去我問說 你們現在這是在創什麼 他說沒有 這個太陽能光電的維修廠 我的眼睛就開始瞄 結果讓我瞄到裡面 那個箱子跟那裡的好像很像 我就直接跟他問說 那你們這個主要是做什麼 他說我們是在洗太陽能光電跟維修的 太陽能板在維修的 我說那這個相片這個東西你們知道嗎 我就拿那個相片給他看 他認了一下 他說那什麼事情 我說你們的員工這個都要你丟 丟到海裡面 丟到那個河道裡面 對這個會影響到人家的養殖 這邊是養殖區喔 嗯 他就說那我趕快研究 我說好很簡單 漲草錢你要趕快處理掉 根據目擊者提供照片 出現了這一張貨車疑似載的鹽酸桶子 民間特徵組團隊尋現了解 勇育能源和宇軒綠能兩家公司 都設計在台南市 我們先到宇軒綠能 門口停放貨車就寫著 太陽光電系統建置 停一下 你可以坐我坐 停一下 請問一下 哈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們的副總有在這樣嗎 是不是 不是嗎 我們是中間溪碗 我們要問那個女哥與喜太陽們版的 你們委外喜太陽們版面的事情 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那邊等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通報一下 你們有委外給一個叫勇育能源公司去做清潔 我們在查證這件事情 那個鹽酸到底跟你們公司有沒有關係 因為顯示好像是你們公司的 不然你們太陽能版你們用什麼型 這個不是我這邊的處理吧 總公司就這邊嘛 對不對 總公司是這邊 但是我們這邊 我們是處理工程團 我們處理工程 工程 對 我們是工程 喂 欸副總妳好 我們是中天新聞 我們之前有去你們公司 宇宣綠能 喂 嘿 我們現在來查證 這個親自洗完太陽能版 然後把鹽酸丟到河裡面 到底是不是這家公司呢 好 不寄 我們來看 來 你幫我跟他聯絡這 我們留下電話號碼 但在截稿前都沒有來澄清或說明 怪的是登記的地址是商務共享辦公室 看片牆上招牌就是沒有這家勇育公司 台南市府經發群回應 宇宣綠能2023年9月核准變更 資本額一億 永育能源2023年10月核准變更 資本額6350萬元 只要有建物門牌和資本額就能登記公司 轉到事發地 也就是丟鹽酸桶空罐和紙箱 到海尾第二排水溝的彰化方圓漢堡村 一處民宅 宇宣綠能聲稱 太陽能板清潔是尾外外包 但事實呢 已經貼上了大大的珠字 你現在請問一下 這現在出租嗎 出租 對 宇宣綠能 對 現在是出租 對 我們只是要散去用太陽光電而已 太陽光電 你們是 我們是中天新聞 因為之前有一個那個 丟氣那個 鹽酸的事情 太清楚了 你們洗太陽能板是怎麼洗啊 其實太陽能板是怎麼洗的 對 如果上面髒掉了 太陽能板要怎麼洗 就是 有公司他們那麼保障 他們怎麼洗 用 用什麼洗 就是他們用那個清水洗 是清水嗎 對 都是用清水的 可是你們之前把鹽酸的桶子亂丟耶 呃 那個我不太清楚耶 不好意思 哦 現在還有人在裡面嗎 除了你 呃 現在沒有人 現在沒有人 開始出租的 呃 什麼時候開始出租啊 欸 我不太清楚耶 不好意思 真的不太清楚 哦 上面有蓋光電板對不對 太陽能板 對對對 哦 還會來維修是不是 我們會做圍印 真的嗎 這我真的不太清楚耶 可能是另外一間廠商 他現在洗完了嗎 對 洗的是另外一個廠商 我們只是被派來做檢查 來看洗的怎麼樣 對 乾淨嗎 乾淨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所以是用什麼洗的 我們是用清水的 是用清水 我們都是用清水的 那這個鹽酸不是你們的嗎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你們的車啊 這是你們的車啊 我真的 啊 可是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太清楚 對不對 我今天有去台南守你們公司 是 是你們的 我真的沒辦法回答你 我真的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好 那為什麼要出租呢 我不知道 這是公司的事情 你看看會養生 養生湯 有 有喔 對啊 他是用養生湯要做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我有了解 我不知道 你看是大湯還是小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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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這種的 嗯 嗯 嗯 這有留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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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對 他要做什麼 他有等於是想那 等於是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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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想那 我還要來補 嗯 等於是想那些 等於是想那些 我們能說會道 對不對 嗯 有看過但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就是 像這樣 對 這樣喔 不是清水就對了 對 事實上 丟棄的鹽酸瓶還污染到一處養殖餘溫 正在索賠中 彰化縣環保局表示 該公司是在漢堡村成租房屋 到鄰近縣市清洗光電面板 並將溶劑空瓶帶回氣質在租屋處附近 而後要求光電業者必須嚴格遵守環保法規 以清水清洗光電面板 並依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廢棄物清理法 韓文要業者說明 如果查證屬實 將儲薪台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發還 但是竟然查核 事實查核中心這個單位 還有這個經濟部 也打電話 跟這個揭幣的人 去這個電話 一直問一直問 問到這個揭幣的人都已經覺得說 不要再打來了 然後事實查核中心是去查說 這個新聞到底是真的假的 刑事局真就對 也打電話來問 要查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假新聞 委員我們現在社會變成是 政府到底要不要去除幣 還是去處理掉揭幣的人 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看到行政單位 我一直剛剛講 就是當你上位者不守法化 他會像瘟疫一樣 他會往下流川 今天有人 有這個不管是村長也好 或者是其他這個 烈嬰孩這個 親自去當這個偵探阿南 我們就把源頭追出來 對 然後你幫他的這些的 還把他的公司 你已經幫這些 其實應該誰在做 這些其實應該行政單位在做 行政單位該做的事情 並不是只有韓文來韓文去而已 不是說你坐在辦公室裡面 但是喔 事實查核中心這個單位 他就自己做了一個調查 放在Google上面 讓大家去看說 這裡面呢 他依據他們訪問專家學者 某某專家某某教授說 不太可能用鹽酸 因為會把太陽能板上面的這個 製作製程給破壞掉 他的面板會破壞 所以不太可能用鹽酸 我這是在衛箱裡面求生路 你光那個水庫裝 裝到光電板以後 光電板下面有水 確實它的那個極見效益 專家講的說會多事成 但是光電板底下有水有風 很容易會 光電板表面很容易會長青苔 怎麼處理 有一種化學噴氣很快速就可以處理 那化學噴氣 我有問過自在水公司 他們說他們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光電板設下去的話 那個水本人就沒有辦法使用 你應該到實地上面去看 譬如說你的土壤的成分 譬如說你剛剛說 有一些是在這個河流上面 對不對 你應該去查實地的去做 這些的查證動作 怎麼會是韓文來 然後去問學者專家 問不相關的學者專家 然後判斷可能不會用 怎麼會這樣 對 通常不會這樣子 我想正常流程不會這樣 當你不走正常流程 然後你還去捍衛 對特定廠商的一個權利的話 你其實如果說真的沒有的話 可以讓它把整個事情攤在陽光下 對不對 你應該去在在地 你檢驗出來的情況 今天不管是太陽光電板有沒有用 基本上來講 你鹽酸然後到的這個河流裡面 它就是造成污染 它是一個事實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 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購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會不會跟你貼罪 會不會有動? 謝謝 謝謝 質容 超級好 完成 靈還有